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瓜皮厚 空心 口感差 一个地方的桃子为什么会有两个价 西瓜捡了产 为何卖不出好价钱 敬请收看本期聚焦三浓 欢迎回来 现在正是瓜果上市的季节 最近有这样一段视频在网络上流传 湖北早阳的桃子上市的时候遇到了卖南 几毛钱一斤都没有人要 视频里面有一位种植户无奈之下 把上万斤的桃子倒入了鱼塘 当地的桃子真的出现卖南了吗 来看记者的报道 我现在来到了湖北省找阳市的新市镇 我身后有许多卖桃子的 那今年的桃子到底是什么价呢 我们来看看 桃子卖什么价啊 哎呀 便宜 60的卖什么价 那么30毛钱一斤 30毛钱一斤 这个60一下的呢 60一下的不要 去年是多千斤呢 去年像这样的桃就是 一块一块二 一块三 一块五 你现在收桃子怎么收 怎么收是吧 叫60起步 60起步 对 60起步收什么价 刚刚开始收1块23 要市场不景气 今年的桃子价格为什么这么低呢 它就是多了代销嘛 就是太多了 对 我们周边的四个城 全部都是这桃 全部都是这桃 对 一上市同时都上市 对 邱小发告诉记者 今年的桃子价格低 主要还是面积太大 其中上市 量大价格自然就会低 为什么会种这么多的桃呢 这个桃最早时间我们做的 有一亩三万块 能弄到一万块 对 还有我们那个碗瓶种每次 一亩就达到一万二 对 所以老板已经看到有利可图嘛 对 都种了 前几年的桃子价格高 这个农民盲目地扩张 包括我们周边的县市 和我们早阳 每年前一十万亩的面积在增加 张道斌告诉记者 早阳是桃乡 桃子让当地不少老百姓脱贫致富 周边县市也都跟着种植 种植面积成倍增长 大量的桃子一同上市 价格也就好不了 这桃子量大价低 远在湖南05的杨梅正上市 为什么价格也不景气呢 一开始卖十多块钱一斤 卖十五块 这个面积扩得很快 扩大的 一下子扩得到 丁过石头量 扩到两万多毛 对吧 现在价格量多了 黄柏梁告诉记者 十多年前 也是因为杨梅的效益好 老百姓就大力发展 可杨梅不好储存 一旦遇到连阴雨 损失就会惨重 这不 今年杨梅上市就遇到了连阴雨 造成枣蔬品种没有卖完 碗熟品种又上市了 价格自然就不景气 曾经十多元一斤的杨梅 今年会是什么价呢 今年是两到三块 刘胜文告诉记者 不仅是因为产量大 果子卖不出好价钱 而且连续下了五天雨 品质也差了 也就没有客商上门来 刘胜文看着地上落满的杨梅 也非常心痛 损失到了 你看这个 这次抢一天下了大雨 下了大雨 四三分之一果子 本来是一斗几百斤的 现在掉了三分之一 这三分之一一颗水 叫三分之一掉多少 三分之一就出了两百多块钱 算两块钱已经的 刘胜文说 它的两百多亩羊梅 两千多颗树 每颗损失两百元 这一下就要损失四十多万元 不耐储藏 运输比较难 要能量物流 能量物流 要能量物流 黄柏良说 盲目扩重 量就大 本地消费不了 就要往外走 可洞库和冷帘物流 这些问题 都没有解决好 为此 这几年逢连姻雨 种植户就损失惨重 湖北移城的枣树西瓜 今年大减产 价格会不会比去年好呢 龙云乐告诉记者 今年西瓜减产的主要原因 还是天气影响 洋花受粉是下雨 做果是天干 就造成了减产 按理说 西瓜减产了 价格会比去年好 为什么没涨反降呢 因为天气影响的话 自然品质就会差 品质差的话 你就笑不动 皮厚 空心 皮厚 空心 口感不行 这瓜皮到底有多厚呢 哇 哇 砍都砍不开啊 这么厚啊 皮厚了 干不开知道吧 你看这个家伙 好 打开看看 来来来 空心了吗 哦 你看看 就是空心的 你看看 这就是干旱造成的 对对 干旱造成的 这种麒麟瓜不好卖 当地一直看好的黑美人 又会是什么家呢 我里面的时候 五毛都没人问了 没人问了 你再喊鸡一点 有人问吧 喊鸡点 喊鸡 喊鸡点 你喊鸡 他说给你两毛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湖北移城的枣树西瓜 种植面积二十多万亩 周边县市也有三十万亩之多 由于盲目扩重 封产时 量大集中上市 价格起不来 受灾时 大面积减产 品质不好 价格更不理想 大陆货 现在还不能盲目再种 还是要搞一些设施 农业种 比较有把握 王广春说 大陆货都是望天收 无法抵御灾害 盲目扩重就会有风险 那他的大棚小果形 礼品瓜 是否也受到了天气影响呢 礼品瓜今天长势也不错 销售也不错 价格呢 价格五块钱一斤 五块钱一斤 一直到现在还是五块钱一斤 现在都没有掉价 没有了 你看看这里上面 都摘完了 王广春告诉记者 他的礼品瓜 品种与大陆瓜不一样 皮薄 口感好 消费者普遍认可 又因为设施农业 有抵御风险的能力 这是旱老保收 王广春说 当地大棚西瓜面积很小 可以适度调整 如果在大田里做好相关设施 也能抵御风险 该怎么做呢 第一罐 排罐 加上小孔棚 这个模式 虽然多花了个 四百块钱 五百块钱这样的 那么它的产值呢 就不一样了 这个收入就很可观的 小孔棚的话 它可以提前二十天上市 王广春的设施小果形 礼品瓜 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品牌 五元已经排队买 湖北早阳有一种桃子 价格还超过了 王广春的小礼品西瓜 这是什么桃呢 老乡 你好 你好 来来来来 说是你们这儿有个桃子 价格比较贵啊 是的 你这个桃是什么桃 我们的桃是黄桃 黄桃 是这种吗 对对对 打开我看看 还真漂亮啊 真好 这个桃桃什么价钱呢 这个桃桃到我们的果园里 就是最低是七块 任玉乐告诉记者 这种桃桃在早阳 已经发展了三万多亩 大都由他们合作社 统一技术 统一管理 统一价格 一亩地纯收入有多少呢 纯收入可以高两万块钱 是没问题 两万没问题 任玉乐说 桃桃不仅价格高 而且储存期长 更大的优势是 它能身家攻成罐桃 饮料 果干 果酱 出口量也在递增 所以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为什么很少有人 把这些早熟的桃 更换成黄桃呢 真挂锅一说 看上来可喜了 不看卖不到钱 任玉乐告诉记者 黄桃管理成本高 要求更高 套袋 灌溉 都要按照有机标准来管理 一家一户几亩 十几亩 不可能这样做 早熟桃管理就简单 不操多少薪 成本还低 每亩只要有一两千收入 就满足了 就在人们都还在犹豫 等待观望时 邱小发去年秋天 就果断进行了调整 一百七十亩桃园 一下就砍了一百亩 种上了梨和桃子新品种 除了改换品种 还有哪些办法 能让水果不再遭遇量大价低的尴尬 保证农民收益呢 今天这个桃卖什么价 八块钱一斤 这是多大的 这是四零的 四零到五零的 四零到五零的都八块 对 曾栋梁说 今年他还卖了不少十元一斤的桃 他的桃为什么能卖这么贵呢 因为我是都是老客户 他们相信我的质量 就是说你是有固定的客户 对 他们就是在路边卖的就是散户 散户对 曾东良告诉记者 05的桃子不仅品质好 十多年来 种植面积也一直保持在一万多亩 品质好 价格高 为什么不多种一些呢 曾东良告诉记者 他种了三百多亩水果 其中有一百亩桃 一百亩草 其他种了梨子 葡萄 梨等 好几种水果 并且价格都很好 曾东良说 在他们这里 几乎都是这个种植模式 记者在湖南省慈兴市白狼村 种植大户蒋月林的果园里发现 仅桃子他就种了好几个品种 这是为什么呢 你为什么种五个品种啊 就是要调节季节 蒋月林说的调节季节 就是错峰上市 这样价格就会好一些 蒋月林说 自信的桃子种植面积也很大 就是因为品种好 品质好 能错峰上市 也就不愁销 这不 他刚老家 就有两位客商在家里等着要桃子 他会订什么价呢 大概小地是一块五 小地是三块 大地是四块五 大地是四块五 蒋月林把这些果子分成大中小 直径60毫米以上的为大果 直径40毫米到50毫米为中国 40毫米以下为小果 并且这些价格都是批发价 这两位客商会采购多少呢 新买这两种小的家中等的 这个你买多少 这个两千斤 两千斤这个买多少 这个就先拿个500斤左右了 你那次做什么呢 我们是做超市的 准备采多少 采三千斤吗 你这个去了你买什么钱 三块的 三块的卖四块五 四块五 这个四块五的呢 这个四块五大概卖六七块钱 蒋月林今天很高兴 她不仅销售了五千多斤桃子 早上采摘的两千斤李子 也被这两位客商 以每斤两块八毛钱全部收购 其实像蒋月林这样 错峰上市的做法 湖北早阳不少合作社也在做 早种完都种得有 这个虽然面积也大 但是我们错开了上市 所以我们这个价格就卖得好一些 张道斌告诉记者 他们合作社四千多亩早熟桃子 现在已经销售完毕 平均美金价格都在一块钱以上 张道斌说 只要调好结构 又有销售渠道 桃子多了也不怕 这不当地不少种植户 全家总动员 发动在外地工作的家人和朋友 把家里的桃子 通过快递卖到全国各地 会是什么价呢 我买六十块钱一箱 六十块钱一箱 这箱是几斤呢 这箱是十斤 记者在湖北早阳采访时还发现 许多电商收货发货 忙得不亦乐乎 有的电商促销 直接放在了果园里 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最好的时候 直播一天 我们卖出了八千四百多单 格勒说 他们线上平均每天 有一万多单 最多的一天突破三万单 为了给种植户减少损失 张道斌还找到一家 深加工企业 每斤八分钱 把收购商不要的 直径六十毫米以下的桃子 全部收走 早阳的桃子 无论大小 都找到了出路 湖南林武 刘胜文 阴雨天的杨梅 又该怎么办呢 刘胜文告诉记者 他们的冷库 花了三十多万元 政府补贴了一半 除了种植大户建了冷库 政府也建了一个大冷库 免费为水果种植户 清洗 风干 住存 同时还购买了 十辆冷链物流车 那么运费有谁买单呢 四百公里之内 免费配送 每一车可为农民 遵收三万到五万 盲目扩重和品质不佳 是水果卖南的主要原因 产品结构不调整 都卖大陆货 水果必然卖南 砍掉涨得好好的果树 谁都下不了手 但大型是在那儿 不改也不行 中国水果过去是供应短缺 现在是供应过剩 与供应不足 同时定存 随着消费升级和洋水果进口 大家越来越喜欢高品质 高价值和知名品牌的水果 大陆货越来越不好卖 水果结构调整往哪调 更换高品质品种 挖掘小品种 可能是减少大陆货的好方向 错峰销售 延长加工链 做大品牌 也能提高水果附加质 绿水青山 人美歌甜 康阳旅游 如何呼应旅游市场的新需求 更多内容稍后播出 说起旅游 很多人会想到 去各种风景名胜参观留念 感受不同的风土人情 还能够品尝各种各样的特色美食 最近有一种新的旅游方式 康阳旅游 慢慢受到大家的关注 那么什么是康阳旅游 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来 跟随我们的记者 到陕西咸阳去看一看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段歌声 不是来自合唱团的彩排 也不是来自社区的演出活动 而是一个康阳旅游项目中的旅游活动 张雪花阿姨是康阳旅游项目 方华学堂的学员之一 她来自陕西省咸阳市 十年前 她从咸阳市的教师岗位退休后 也没少参加各种旅游活动 不过说起这些旅行的感受 她的满意度似乎不是那么高 我们到台湾海南去过 到云南去过 今年的时候 我们还到贵州还去了一次 一般都是跟团 跟团他们就是这 那个路上跑的时间特别多 先坐车 坐了车以后就休息 到景点上 掉景点去是很短的时间 而且他们让购物的多 所以话很劳累 原本是想休闲放松 可是每天却要被人催促着 完成任务一样的跑景点 这让许多像张阿姨一样的旅行者 对旅行皱起了眉 既然传统观光游不太合 一些嗅觉敏锐的旅行社 就开始纷纷搬出了 休闲之旅 自然之旅的招牌 主打的也是亲近自然 休闲观光 健康养生 来自陕西西安的陈燕和王金亮 前不久也参与了一趟休闲养生之旅 这次抗养之旅 他们又参与了 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这种旅游的回头客呢 说到乡村游 陈阿姨说她是再也不想来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阿姨都是其他地方去旅游 老是不高兴嘛 回来很生气 跟我闹说 你看你这啥嘛 什么什么抗养旅游 这儿那儿 我去了一吃一喝 没了 就回来了 而且很累 也没有个啥什么 没啥收获 王叔叔告诉我们 他和阿姨之前也尝试过几次 打着健康养生游 休闲乡乡村游旗号的旅行 要么就是换汤不换药 还是行程匆匆 满满当当 要么就是行程放得很缓慢 可是每天的内容过于单一 要么是住宿条件过于简陋 要么就是饮食不习惯 几次下来 陈阿姨渐渐对所谓的一些健康养生游 有些失望 这次还是叔叔偷偷替她报名 她才一起参加 那么这次的康养之旅 和之前的乡村休闲游 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海西省有很多的这种乡村旅游 但是很多还停留在一个层次 比较低的一个层面上 我们就想是在乡村旅游的基础上 要赋予它一定的文化 不仅仅是吃喝玩 而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要有 这种文化的提升 情操的提高 2016年1月份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 颁布的国家康养旅游示范 基地标准 将康养旅游界定为 通过养颜健体 营养膳食 修身养性 关爱环境等各种手段 使人在身体 心智和精神上 都能够达到自然和谐的 优良状态的各种旅游活动的总和 这些康养旅游项目 除了农活体验 采摘这些传统项目 还安排了舞蹈 剪指 手机摄影等一系列人文课程 养生呀 唱歌呀 什么打拳呀 感觉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过去我们是老师 我们教学生呢 现在我们都松斥了 现在又回到了学校 我们又想起 我们那时候 那年轻的时候 那么风华 那么就是快乐 现在是中午12点 也是张阿姨和她的团友们 用午餐的时间 那么现在我手上拿到的这张 就是他们今天的菜单 上面有四荤 四素 一道汤 还有各种各样的主食 看起来特别丰盛 而据我了解 他们今天菜品的安排 可是大有讲究 根据先进去我们对团友的 身体状况了解 然后我们专门致敬这个 适合中导演员的菜单 眼下国内正在逐步发展起来的 康阳旅游 目标群体年龄偏大 相对于传统的乡村休闲游 精神文化层次的内容更丰富 项目更多 时间也更长 而相对于观光旅游 康阳旅游的目的性没有那么强 目的地也多半是在城市周边 自然环境较好的地区 而非旅游景点 随着生活节奏加快 人口老龄化程度更高 这种集健康养生于一体 让人放松身心 休养生息的旅行方式 将被更多人选择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其他的三种视讯 近日 殷残质贫家庭脱贫攻坚 继失能贫困重度残疾人 照护和脱养工作现场会 在河南省驻马店市召开 参会人员实地灌摩了 驻马店市上菜县 平渝县 关于开展贫困重度残疾人 其中脱养工作的创新实践 会议指出 打赢脱贫攻坚战 要瞄准贫困残疾人的 最迫切需求 充分利用乡村养老机构 福利设施 医疗机构 农村集体闲置资源 和闲置农房 为有需求的贫困重度残疾人 提供集中脱养 日间照料和邻里照护服务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信息 查询网期的节目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市网 农市网的官方微博微信 还有移动客户端 当然您可以通过央视网 查询浏览 提供新闻线索 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 请关注聚焦三栏目的 官方微博微信 我们会认真阅读 您的每一条留言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